Hello 大家晚上好 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您准时参加我们每周六的教育业现场 我是Enlighting Education 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Ali 那在学费飙升和学生债务不断增加的时代 选择攻读哪个本科学位对大学生来讲尤为重要 根据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的数据 Visual Capitalist对近年十年大学授予的本科学位 它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可视化呈现 NCES将所有四年制学士学位分为38个研究领域 在这些领域中 其中有21个领域的毕业生数量有所增加 那么作为高中规划最后一年的11年级学生 应该如何制定大学目标和选择专业方向呢 高中规划跟大学录取结果又有哪些微妙的关系呢 今天的讲座由Enlightings的Senior Consultant Rachel老师 拥有11年大学和转学申请经验 同时也是UCLA认证的规划顾问 为我们带来不同专业的11年级升学规划策略和要点 欢迎Rachel老师 大家晚上好 艾莉老师晚上好 Rachel老师好 好的 那么话不多说 下面就有请Rachel老师正式开始 OK 好 大家能听到我吗 现在 可以的 OK 好 好的 太好了 然后大家晚上好 我是Rachel 那么很开心啊 今天是经过了一整个申请季之后 我们又跟大家见面了 然后今天呢 我们这场分享的主题是 不同专业的11年级升学规划 有哪一些策略和要点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agenda 我们将从以下这四个方面来展开 首先会先了解一下高中升学规划 它究竟跟大学的录取结果有哪一些关系 有什么样的关系 第二点呢 不同年级 9年级 10年级 11年级 甚至是更早的孩子 它的规划 重点 有什么样的区别和有什么样的相似之处 然后接下来的两部分可能是今天来听这个分享的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个 就是不同的大学目标 那我们的11年级规划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不同的专业方向 11年级的规划又该是什么样子的 最后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我们会回答今天家长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好 那么我们马上进入第一部分 高中升学规划跟大学录取结果的关系 在进行这一部分之前呢 其实我们在平时的这个咨询中 发现很多11年级 甚至是马上就要深入12年级的这些学生 有的时候我看他们材料觉得就是还挺可惜的 因为如果还有更多的时间的话 其实在他们整体的这个材料上面 整体的经历上面 是可以做一个很大的补充的 去做更多的一些事情 所以很多家长或者说我们平时的咨询的时候 遇到了一些问题 就问什么时候加入服务比较好 或者说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规划是最好的时间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建议大家早一点 比如说在八年级九年级就开始进行升学的规划 因为很多事情呢 你很难通过一段很短的时间 或者说一年的时间半年的时间 去进行改变或者影响 因为本身升学的规划 它是一个需要日积月累 需要时间 需要精力去沉淀的事 所以一定要有耐心 回过头来你会觉得 OK这个明白这个规划的一些好处 所以如果现在咱们今天来的一些家长 是这个十一年级的或者说十年级的 那么对于你们来说最好的这个开始规划时间 就是现在 就是当下 好的那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个规划 录取结果的这些影响因素有什么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一张图片是耶鲁大学 他给出的一些这个大学在审核申请的时候 看每一个申请者的申请材料的时候 他会注重哪一些东西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表格上面有 这儿纵向的 有学术类的 也有非学术类的因素 那么大学会把每一个因素 按照非常重要 重要 我们会考虑 以及我们不考虑这个因素 来进行打勾 看看哪些是他们要考虑的重点的因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我们的规划里面 很在这个表格上面 很大一部分的因素 都是可以通过规划去进行提高的 比如说所有的学术类的影响因素 你看呢 就是前面这个academic这里的所有东西 而且被标注为非常重要 包括像你的GPA 像你的这个标准化考试的成绩 包括像推荐性 其实你也是可以去 去进行一个规划的 这个在我们的申请中 都会辅导学生去做 然后还有一些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课外活动 这个当然不用谈 大家都知道课外活动 是我们规划的一个重点的部分 你的talent ability 天赋和一些能力 以及你个人的性格侧点 性格特征 那么你说这一部分是可以被规划吗 当然这个 其实我们也不叫是规划 我们是可以影响的 或者说我们有选择性的去 去进行一个突出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表格上面的所有因素里面 大概是有 70%左右的 这个申请要素 是可以通过高中规划来影响的 然后 每一个要素呢 因为它的比重不同 所以从 这个非常重要到 这个会被考虑 比如说成绩是最重要的 而一些 你自己的宗教信仰 是 是不会被考虑的 那么在 其实 在这个表格上面 可以说高中规划 对申请 会有 90%左右的 这个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 在这个领域里面 从业者一直在 强调 进行升学规划的 这个原因 因为你有规划 和没有进行干预 没有进行规划 你最后 能够得到的一个结果 可能是天差地别的 OK 那么我们来谈一谈 大学规划的 主要的目标 是什么样的 其实说来也简单 目标就是两个 一个是为了 升学的目标 这是一个比较短期的 为了大学升学 那么为了长期的 这个目标 是一个成长的目标 是你个人的成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 这一张slide上面 有一个梯子 在右侧 那么如果你把高中 比作是一个 爬梯子的过程 或者说我们爬一个坡吧 爬一个坡的过程 那么还在 这个地上 在底下的时候 孩子们已经有了 这些东西就是比如说一些 个性 兴趣爱好呀 这是通过他在高中之前 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 去养成的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再去挖掘这个 学生 这个小孩 他的一些长处 能够擅长做的事情 把这些擅长做的事情 再加之以发挥 然后同时呢 也要去发掘 他们的短板目前在哪里 帮他们弥补上来 在这个过程中去培养 他们的一些技能 所以如果说 这个基础稳固了 你在下面的 这两节梯子上面 站稳了 那你才能继续的 往上去爬 否则没站稳的话 你整个就 就垮了 这个情况就会更糟糕 你升到更高的年纪 这情况可能 它短板会越来越明显 也没有办法说 我去把这些 兴趣爱好去展现出来 或者说得到 更好的一个发展 所以做好这一步 我们做好中间这一步 我们才能来到 这个梯子的顶端 这个是要去 马上去够一下 你的这个梦效 够一下你的 这个长期的目标 所以只有 当下面的这几步 你走稳了之后 你才能在升学的 这个过程里面 去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掌握这个选校的主动权 所谓的主动权 就是你可以拥有 比别人更广的 择校的这个范围 当然我们这个范围 你可以理解成是我们 可以去向上去构一些 更 排名更高 或者说是这个竞争 更激烈的这一些大学 让这个孩子 他有机会去充次到 比自己目前的能力 可能更高一些的学校 那么 从长期上面来讲 我们在前面 中的所有的这个瓜 或者说所有种的这个豆 最后你都会收获到 这个瓜也好 豆也好 收获到这个果实 帮助他们顺利的 过渡到一个 从一个未成年的角色 过渡到一个成年人的 这个身份里面去 选择好一个方向 或者说过渡到更长久的 一个职业的目标的 这个轨道上面去 好 那么刚刚的 这个是我们两个目标 那我们具体在做的时候 升学规划里面 应该是包含哪些内容 在我这 我这一张slide上面 我简单的列了一下 其中一项是 包括课业的规划和监督 那其中包含 比如说你在高中的 四年时间里面 你应该是选择一个 什么样的课程 什么样的一套的课程 衔接的课程 又应该是什么的 到十一年级十二年级 进阶的这一些课程 应该选择哪一些 会对你的申请更有帮助 然后中途 肯定会有很多的变化 这个是几乎 我们现在遇到的 每一个学生 都会有这样的变化 这个变化可能是 你课程选不上啦 时间冲突啦 这个课程选满啦 或者说你自己的 这个兴趣爱好变化了 更有呢 比如说我今年上了 这个课之后 数学课 我觉得难度太高了 成绩不好看 那我们下一年 是否应该要调整 这个课程的难度 选择其他的 还是说坚持在这个 level上去挑战自己 所以这一些都是 我们要包含进 这个升学规划里面去的 OK 然后接下来一点 是标准化考试的 规划和策略 你考哪一种 是SAT还是ACT 那么什么时候 可以开始准备 这个考试 这个每一个人的时间 开始的时间点 会不一样 以及正式的考试 应该安排在 哪些时候 你要申请的 这一些学校 他们需要一个 什么样的成绩 或者说到了 11年级 12年级的时候 要不要继续去冲刺 这个我们也有 很多的案例 有的学生 刚开始这个考试 成绩不怎么样 我们今年也有 可能是在 在1300多分 那最后还是 能够在 我们的鼓励之下吧 去继续去试一试 继续去尝试 继续去冲刺 然后最后考到了 有1500分以上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结果 对 肯定会对他今年的申请 也是有相当大的 一个帮助 OK 然后接下来一点 规划里面 课外活动的选择和取舍 这个是整个规划 大家觉得最头痛的部分 最难的部分 经常我们遇到的 一些问题也包含 像这个活动 我要不要继续去做 或者说我做这件事情 他对我未来的 这个大学申请 有没有帮助 那么在 更多的这个情况里面 我们会发现 大家不知道 要去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我对于生物 我对于化学 有兴趣 但我不知道 有哪些事情 是可以做的 所以我们的规划里面 包含很多的一些 这个meeting 就一直是在 和学生 和学生的家庭 去讨论 他们应该去做什么 或者说哪一些东西 它太占时间了 你 而且它最后 发挥的作用 没有那么大 那我们应该 适当地去取舍一下 OK 包括兴趣方向的 这个绘画 因为现在有很多 交叉的学科 化学科 因为这个计算机 学科的兴起 它可能有很多的 和其他的这一些 完全不相关的学科上面 有很多的交叉的 这个方向 所以 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帮助学生 去进行一些探索 自己的喜欢的 这个方向 是不是可以 跟另外的一个方向 去进行节目 这个都非常常见 OK 然后呢 个人特点的挖掘 和强化 这个是从我们 第三方的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孩子 他跟其他的 同一届的申请人 来相比的话 有哪一些是 突出的亮点 这个我们在后面 也会继续讲到 然后 这个规划里面 还包含大学目标的设定 这个是 我觉得 也是对学生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块 我们后面 再详细的去 讲一下 那么所有的 这一些规划 其实是一些 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那我认为 规划的背后 其实还有很多 看不见的这些地方 那么在申请时候 在申请的时候 很多学生 或者是家长 他们会问 这所大学 他或者说 我的大学 大学申请 申请的这些学校 他究竟想要看到什么呢 想要看到 我是一个 什么样的申请人呢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 你在文书的题目里面 是可以看得到的 是可以找得到的 那我们这里放出来的是一个加州大学 他每一年会给学生好多这个essay的题目 让你们去挑 那么里面包含什么呢 比如说有领导力的角色 然后呢 第二个 比如说你有一些创造力的方面 这个创造力 他不一定说艺术 或者说是这些音乐上的东西 还有可能是你解决某一个问题的方法和方式 与众不同 跟其他人都不一样 这个我们都视为是一个创造力 然后下面呢 还有一些是你的个人的财能 财富 不是财富 sorry 一个你的天赋 OK 还有你的这一些技能等等是什么 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是怎么去培养自己的这些技能的 然后或者说你在人生中有遇到一些挫折 遇到一些挑战 那想要看到你挑战的这个勇气 或者说克服困难的这些能力 包括下面还有一些学术上面的热情啊 对于你周围的这个community 对于你周围的这一些人 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 做出你自己的这个贡献和支持 所以总归就是那么几样 就是一些大学非常喜闻乐见的申请人身上 需要有的一些个人的特质 所以我们的规划应该从哪一些方向入手 所以这个这个其实已经有一个比较 比较明确的一个答案和方向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对吧 那么在这个规划里面 其实我们是三方人一块 三方一块去配合啊 当然也会有其他的这一些角色 我们今天就先不谈 那么在这个三角里面 我们给这个升学的顾问分配一个角色 他可以是一个军师的角色 因为他们最了解全局 也明白你这个孩子 他的特点特长是什么样的 包括这个家庭的他的期待是什么样的 你的需求是什么样的 从长期和短期的这个角度出发 去出谋划策 而且还需要去监督你的这个军务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我要去监督你的学业 监督你的这个课外活动 有没有很好的执行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 planning的就是规划服务里面 就包含每月一次或者是两次 或者是一个星期一次 一个比较固定的频率 去进行军务上面的检查 看看这个孩子有没有按照我们的规划 一步一步稳步成长 稳步前进 或者说在这个前进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发现出一些新的可能性 就像一棵树一样 你在长高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新的枝芽长出来 或者说哪些不必要的旁枝 是需要去弹调的 这些都是一个军师 一个升学顾问 他应该承担的这个角色 要做的事情 然后呢学生 当然这个是整个规划的一个中心 执行者 他需要去配合 我们所有的升学的方案 升学的规划 向外探索自己 在不同的学科领域的一些可能性 挖掘自己的能力 那么向内也要同时去自我探索 比如说你需要克服一些不良的习惯 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的性格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会带学生一块去做一些 什么性格测试啊 职业倾向测试呀 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 自己的能力和特长 那么这些东西 这些能力和特长 可能是他们自己 或者说学生家长 也没有观察到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部分 OK 那么家长 作为一个支持者 他们跟孩子 跟学生待在一块的时间 是最长的 所以他们的观察 和对孩子的引导 也是最直接的 可以帮助这个孩子 在早期规划的时候 进行一些习惯的培养 对于孩子的个性 也是影响非常大的一个角色 因为高中这个时期比较特殊 它一方面有学习和升学的压力 一方面也处于一些观点 观念 或者说情感 一个快速成长的这个阶段 所以家长一定是要注意 我们在整个升学规划里面 参与的这个程度 和我们的军师和升学部门 配合双大 有一些问题 或者说有一些话 由谁来跟学生说 或者说有一些 什么这个支持性的工作 是不是要由家长来完成 等等 OK 所以我们就是始终保持 这个积极的配合 通过观察孩子的特点 和申请来进行一个引导 OK 然后第二部分是 不同年级规划的重点 和一个区别 那我们还是以这一个梯子 为一个比喻 所以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 在梯子底下的时候 是一个探索的时期 那这个时期呢 孩子对于学科上面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了解 或者说对于未来想要 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没有太大的概念 这也非常正常 那这个时期呢 孩子经常会表现出来 我有很多兴趣爱好 音乐美术历史科学等等 通常是通过学校 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课 觉得这个学科 确实非常不错 那么在这个阶段 我们也不会说特别早的 去对孩子未来的专业 进行一个判断 但是会帮助学生整理 大概有哪些方向和目标 可以有哪些方向 可以作为你今后的专业 去进行考虑 也就是大方向可以确定 但是小的专业 我们是不确定 还是鼓励大家去探索 OK 然后在这个时期 学生也是快速的 要去吸的各种技能 比如说像我们前面提到 时间的管理啊 学习的习惯啊 包括这个 更多的在学术上面的 一些习惯等等 我们是会对 规划阶段的学生 每一年夏天 每一年的这个下半年 会有一系列的工作坊 会推荐这一个 规划时期的学生 去选择适合自己的 这一些主题 比如说像 这个压力的管理 学习的习惯 怎么去培养 为后面的 这些规划的 步骤里面 再去做好一些铺垫和准备 那么第二个 我们来到 第二个时期 我们来到梯子的中间了 这个时期里面 一定就是说 要找好你自己 发展的这个主线是什么 我们要把刚刚前面 很多大方向上面的 这些小专业 小专业里面 具体是想要学习哪一些专业 主公的学科是什么 要慢慢的去给他 确定下来 然后在这一个时期里面 对于大学的一些了解 也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我发现这个还是 很多 几乎是 这个所有的学生 都非常非常需要的一个东西 很多情况下 到了申请季 我们有一些12年级过来 直接找我们做申请的孩子 问到学校 你喜欢哪些学校 你对于不同的学校类型 有什么看法呀 大家一万三不知 对于这一方面的知识 还是比较欠缺的 所以我觉得在 11年级 或者说更早的 这个时间里面 大家一定要去 鼓励自己的孩子 多去大学里面 或者说是做仿校 或者说是这个学校 由来你的高中里面 去做宣讲的时候 尽量多参加一下 了解这个大学 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学校 当然我们也会在 这个过程里面 去帮助学生筛选 适合他们的 适合他们期待的 适合家庭期待的 一些学校的这个list 然后通过一些假期 有空的时候 可以去学校里面参观 也可以去 这个学校的网站上 尤其是自己想要 学的这个学科上 多去探索一下 多去看一看 这个学校 能够提供给你什么 然后最后一个 就是冲刺期 你终于来到 梯子的最上面了 那这个临门一脚 马上就要去 申请大学了 那么冲刺期的 这个规划里面 我们要突出的一点 就是你要找准 自己独特的IP 什么是IP呢 比如说我可以用一句话 来形容某一个学生 比如说我们曾经的学生 什么关心世界政治的 一个女诗人 对吧 这就是她的IP 她会用这些诗歌啊 或者是文学的这种形式 来表达自己 或者说呢 从追星这件事情里面 去学习传媒传播的这么一个女孩 所以你可以看看 你目前所做的这些事情 你所有的经历 你所有的兴趣爱好 是不是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 因为其实我们在读申请的时候 每一个学生的这个申请看完之后 都会留下一个印象 哦 这个孩子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这个申请人 他喜欢做哪些事情 还有哪一些东西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马上可以说出来一个点 两个点 这个就是你自己的IP 这就是在冲刺期的时候 我们要去想一想的这个问题 在后面我们会详细去讲到 也会给大家一些例子来说明 好 第三部分 不同大学目标的11年级的规划 我们把这个大学 不同大学目标粗略的分为了三个梯队 前50名的大学 前30名的大学 前10名的这个大学 那么当然你如果说目标不同 你要去做的这一些准备 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前50位的大学 那么我们知道 在前30到50这个区间里面 这个20多 20来所学校里面 其实包含了很多公立的大学 对吧 尤其是今年 这个应该说是去年 US News 它发布了最新的排名之后 我们发现 原先这排名还在比较厚厚的一些 公立大学 这一年手拉手全部都排到前面来 所以在这一段公立的学校里面 因为它的审格方式 其实是科斯利大学有一些区别的 斯利大学它会有一个 这个委员会有一个组委会 它去阅读 仔细地阅读这些申请人的材料 那么公立大学 它可能更看重的是 这个孩子它的成绩 我在成绩上面 我会有一个门槛 如果说我到了这个门槛的学生 那我是不是可以进行下一个的 这个审格 所以对于这一个区间里面的大学来说 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你的GPA 那我们这里放出来的GPA的要求是 在4.0的这个范围之内 你要拿到至少3.5的GPA 这个我觉得还是写的比较低的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前50名的大学 在今年或者是去年的这个申请季里面 我觉得3.7或3.7以上 它会是前50大学一个更安全的一个分数线 OK 那么剩下来还有什么呢 你要展现你自己的学术爱好 因为每一个大学在申请的时候 都会要求你填写你自己想要申请哪一个专业 包括公立大学 它会有很多 像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为什么选择这所学校来学习这个专业 这样的一些文术的题目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些学术性 学术上面的自己的偏好 你才能去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 OK 然后学术之外 你还有哪一些兴趣爱好 平常自己在做的事情 然后还有一些学校的cloud 你要做一些volunteering 我们说这个是一个标配的问题 OK 然后到了前30位的大学 那么我们知道前30位的大学 这个里面已经相对来说竞争会非常激烈了 它的录取率通常可能是在百分之十几左右 那么在冲刺这一个阶段的学生 我认为11年级的学生 你要努力去接近自己 这个年级里面的前百分之十 你的这个class rank 可能要排在这个区间里面才够安全 因为你常常看这一些大学 它每一年录取完之后 放出一个这个profile 我今年录取的学生 他们是在原先的高中里面 百分之九十六 九十几的人 都是能够排在学校的前百分之十 所以这个这个数据是一个真实的数据 所以如果说我们想到 我们的目标在这里的话 你就一定要在11年级 把这个成绩拉起来 努力去接近你的前百分之十 那么在课外活动上 在你的个人经历上面 你要争取去做出一到两项 能够反映出你自己领导力的 这些活动 这些这些经历 在学术上面 这个时候跟前五十的大学相比 不仅仅只是兴趣了 你有兴趣之后 你要去进行挑战 你要去比如说 我要上一些大学level的这个课程 而不只是停留在你高中的这个程度上 你要去挑战更难的东西 那么还是一样的 还有这个标配的东西 学校的活动 你的校外的这一些voluntary 这些东西还是要继续去做 那么如果说你的目标在于前十所大学 这就是难度加倍 难度升级 前三十的大学 录取率在百分之十几的话 那前十的大学 它的录取率肯定是各位数了 对吧 加了难度翻了一倍 各位数的一个录取率 那么这个时候 你至少是成绩要在 至少是前百分之十 其实我觉得这里说的还是太 太谦虚了 我觉得后面这个百分号去掉 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你要争取让自己能够在 你的那个年底里面 是非常top的学生 对吧 这个你才能有机会去争取到 前十的大学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过去学校里面录取的这一些数据 你看看前十的这一些大学 是不是有一些学长和学姐 你自己认识的 他们的学术表现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自己的这个案例里面 去看的话 能够录取前十的学生 基本上他们的学校里面的 这个是非常突出 非常亮眼的这些学生 那么在领导力的这一些活动上面 前面我们还说是争取 那我们这一次呢 就是说在前十的这个 目标下 你至少是要有一到两项 能够展现出你领导力的 这个事情 然后学术挑战也升级了 变成学术的研究了 你前面光上一些大学程度的这个课程可能还不够 你要有自己能够 自己想要去钻研的这些事情 这些topic 你要做的这个东西就更难了 然后呢 在这些事情上 或者说在你其他的这些课外活动上 争取去获得一些奖项也好 或者说获得一些认证 如果说这是一个paper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个paper 去找一些期刊去进行发表 或者说用其他的这种方式 去展示展现你的这个经历 它是非常有亮点的 非常是有含金量的 我们说这个词 含金量 包括你在club也好 你的volunteering也好 我们要考虑的 不是说我做了多长时间 不是考虑这个小时数 而是去考虑你做的这些事情 有没有影响力 你有没有对你的community 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 或者积极的变化 这个是申请前十 前十所大学 我觉得一个比较基础的要求 然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那十一年级规划的时候 有一些重点 我们总结出这五条 第一个 你要先设定好自己大学的目标 也就是前五十的 前三十的 前十的 还是前多少的这个大学 或者说你就是重点 想要申请哪一所大学 是吧 这个目标你要先找准 然后呢 学科平衡 有学科的趋向 这个是指你的 你需要保持一个很好的GPA 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在一个没有什么明显短板的情况下 有一到两个学术上面的方向 是比较突出的 那么第三点 SAT和ACT的这个冲刺 尤其是在我们今年的这个申请季里面观察到的 其实我们其他的这些顾问老师在之前的分享里面也一直有在提到 这个标准化成绩的要求好像要卷土重来了 或者说大学其实没有明确说我们要看你的这个标准化成绩 但通过我们早申请录取的这些案例里面看到 基本上大家好像是提交了标准化成绩的这些学生 录取的结果会跟令人满意一些 OK 然后第四点 基本的人设要立足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你的这个材料让人读完之后 能不能留下一个印象 你是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到的追星的女孩啊 或者说是一个女诗人呀 对吧 像这样的人设你有没有立足 然后第五点是在基本上 你这个人设已经定下来的情况下 再去寻找一下有没有什么亮点 是可以让你申请去锦上添花的 OK 那么我们马上进入第四个部分 不同专业目标 我在11年级可以进行什么样的规划 我们今天会谈到四个不同的专业大类 专业的领域 那么大家可以去查漏补却一下 看看目前11年级是不是还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做 第一个我们要提到的是 人文社科专业 它包含哪一些专业呢 这个我们有一些举例 比如说经济学心理学 是社科里面最热门的两个专业 我觉得它的这个申请难度 其实也不比其他的这些STEM类的专业要简单 这个也是很火爆的 近两年非常非常多学生愿意去选择的这个专业 当然里面也包含一些稍微冷门一些的这个专业 比如说像国际关系 政治科学 传媒传播 新闻学 甚至是哲学 也有很多学生喜欢哲学 OK 那么在于 对于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 我认为这个规划的目标 可以分成以下这几块 你们可以看一看 自己的孩子是否已经能够有这些能力了 能体现出这些能力了 首先第一个是写作 这个是肯定会用到的 大量的 在这些专业里面 你需要有大量的写作 尤其是像在一些语言 语言类的专业 哲学 新闻等等 这一些专业中 必定有大量的写作的要求 然后呢 是阅读和思辨 阅读习惯和思辨能力 一定是要 能够让孩子有一个广泛的阅读的习惯 如果说现在已经十一年级了 学校的课程特别忙 没办法说 我再拿一本书安安静静的 把这个书给他啃完 那你可以通过一些订阅 新闻报刊 或者说听这个播客等等 这种方式来保持自己对于社会实事的一个了解 和形成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理解 一般大家都可能 我很了解这个世界 但是大部分人其实只是获取了 为了自己个人发展需要的那些知识 但是 人文社科 或者说是社会科学的这一些学科专业 他们学习的是一个 更宏大的一个世界观 包含世界是怎么去运转的呀 是这个世界是为了哪 如何去为了不同的这个人口服务的呀 你会学习到很多 比如说像经济 城市 宗教 人口 政治等等 一切关于人类的这个东西 所以 我们可以想一想啊 有哪一些更好的方式去突破 这个学生他自己的一个信息的检防 让他能够了解到我的舒适区之外的一些这个信息 OK 然后接下来一个呢 是调研的能力 所以在这些人文社科的专业里面 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多去做 科研做research的这个机会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调研能力 对于社科学生的重要性 相反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 那么十一年级 如果说你还没有任何这个方面的累积 建议可以赶紧找一个 帮助你自己去表达自己的阵地 或者说是某一种方式 那么这些东西还是非常需要时间的 然后我们这儿还可以看到啊 我这里加了一个说叫接地系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通过接下来这个案例里面去看一看 录取的这个康奈尔一地的一个案例 那么这个学生呢 他申请的是一个比较 我们说是纯人文类的专业 今年虽然说康奈尔一地的时候缩招了 但是很幸运他还是能够安全下车 当然对于他的这个offer 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对于他的申请 可以预见的应该是会录取的 那么但是这个也不是说我们一看见他 我就知道他能够录取 因为第一次跟他聊天 第一次跟他meeting的时候 我还是比较担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看他的这些成绩 看他的整个profile 这个华裔的这一些标签啊 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包括像他进行的这些 这个这个功夫 练功夫对吧 还有其他的一些 学校里面课外活动 也都是跟这个 中国孩子社团 这些东西是 就是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会大家比较担心 因为最近几年 大家都在思考 怎么去思去自己 这个身上亚裔的这个标签 所以我觉得他这一个 这个申请的难度 就在于如何去挖掘 自己的这个特色 那他其实是一个 非常有特色的小孩 我们每一次meeting 我们谈起某一个话题 谈起某一篇asset的 这个主题 都是能够侃侃而谈 他对自己感兴趣的 这一个人文专业上 这个方向上 非常有自己的见解和见地 那么但是这个见解和见地呢 我们要怎么去给他展现出来 对吧 这个是我们去做申请的时候 一个一个重点 那首先这个学生 他的读写能力是非常强的 而且他的悟性非常的高 基本上我们 只要是我给他点一下 这个asset 我们可以往哪一个方向去写 哪一个方向去展示 他马上就能够明白 我们在说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而且他每一次的这个思考 还是我觉得是比同龄的小孩 同龄的学生来说更有深度 那么他其实是一个这个中文小说的写作者 他自己有很多短篇的这些小故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他非常非常 有亮点的一个事情 他的这一些 他给我分享了几个故事呢 我觉得都是像一些 比如说平常我们看的这些文学作品 或者说电影的这一些影视作品里边 有很多的影域 他有很多这些象征意义的这些东西 来表达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 表达他对于某一些社会问题的这个想法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 需要去展现出来的东西 所以我们刚开始可能在这个essay里面 定的主题就是去展现他的写作能力 但是第一个确实不太满意 只是强调了他写作的这个旅程 但是没有把他的这个能力展现出来 经过后面反复的修改 确实这个essay我觉得还是让人非常的印象深刻 那么这个学生他对于世界这个感受能力 是非常非常强的 与此同时也有很强的调研能力 信息获取的这个能力 还有对于很多信息消化的这个速度 也是非常快的 这个在我们在即将申请的这个时候 发现他整体的这个课外活动上面 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欠区 所以你赶紧赶紧让他再去 自己的这个专业的领域上做一些事情 他也很快的去翻阅了很多资料 马上就能够给我一个一个一个idea 说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 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 然后接地气 OK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面 他的这个形象 你怎么说呢 就是阳春白雪 一直在这个象牙塔里面 看到的这一些事情 事件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很担心 我很担心的一点就是 他会不会变成一个 就是展现出来的形象 像核不食肉迷啊 对吧 我们经常说这些 生活在比较好的这个环境里面 他会不会展现出来呢 包括他自己也意识到 他没有体验过那些很很很辛苦的一些劳动的人民 劳动的阶级啊 这个其他的这些阶级的人民 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所以他也在很苦恼这件事情啊 但是他有做了一件比较接地气的事情 我们后来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 也去把它brainstorm了出来 他有过一段简短的打工的经历 在一个餐厅里面 但是他这个餐厅里面呢 有很多来自不同阶级 不同的文化 不同背景的这些人 所以他在这个里面又看到了很多人的故事 也跟他们聊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是对他整个材料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笔 我们不能把他的这个形象打造成一个 就是每天在这个看这些历史的故事啊 读世界的新闻呀 不能打造成这么一个只是纸上谈兵的人 我们需要他有一些能够揭露到他的生活里面 记录到这个社会的事情 阳春白雪下里巴仁 这两个东西都是要 都是都是要有的 OK 所以我认为他的这一个康奈尔 申请能够成功 跟他能表现出来 他内在的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 我认为他在整体的 这个申请的材料里面 能够把自己完全的表达出来 表现出来 而不是像我们刚开始见面的那样 他最最最有特色的是这个功夫 而不是把这一个形象给他抛去了 而是把他内在的东西挖掘出来 OK 这是一个人文社科的一个案例 好 那么我们再讲到商科的专业啊 商科的专业其实也有分 非常非常多的细分的类别 比如说像商业分析 市场学 金融学 会计学 管理学等等 那么如果说 学生 对于商科非常有兴趣 那么在他的规划的时候 数学课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 数学好不好 直接影响到能不能学到 学习这一系列商科的专业 比如说像这个会计啊 商业分析啊 或者说金融啊等等 可能稍微 市场学和管理学还稍微好一些 但是市场学和管理学也是需要你有其他的能力 比如说我们这提到的管理能力和开拓的能力 这些能力是不是已经有了 那么因为商科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专业嘛 几乎在所有的这些行业领域里面都是有商业存在的 所以如果说学生能够发现自己对于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产业特别有兴趣 那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啊就比如说像最近也挺火的一个专业叫体育管理 对吧体育和商业 呃 再比如说我们自己有学生他对于房地产 这么小的这个年纪对于房地产就特别有自己的见解 有自己的这个理解 所以在商科的这一些申请里面 你一定是要先去找到自己的这个niche在哪里 要保持自己的这个好奇心 保持自己的这个行业的敏感 跟上行业的这一些热点 那么另外商学院其实他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 呃呃一个比较强的商科申请者啊 他应该同时还需要有自己一些比较标志性的项目 那么这个这个项目肯定是由学生他自己个人兴趣爱好去发展出来的 能够展现自己对于商科的这些热情和对商业的这些理解 呃因为因为商科其实他是一个实用性非常高的一个专业 所以在呃执行这些项目的时候 你需要去记录下来自己的呃成绩 自己的影响力 无论是一个销售额啊 还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数据 你要把它量化出来 啊今年我们有一个学生 他他虽然呃他他有两个兴趣爱好方向啊 其中一个是跟商科比较接近的啊 那他自己非常爱搭乐高啊 啊家里有很多很多乐高的这个玩具 这个这个也不是说玩具 就是那个一个一个的小盒子 一个set 一个主题的 呃然后呢呃他因为买乐高啊 啊就是呃也有很多自己的这些经验了 他知道什么时候出手 你可以拿到一个最好的价钱啊 或者说他呃在什么时候把手上的这些乐高卖出去 你还可以甚至赚到一些钱啊 他自己有一个chart的表格啊 所以像这一些例子都是一个很好的呃 商科的这一种案例啊 像我们之前呃在讲座里面也分享过啊 有我们自己的团队里面的学生呃 在商科申请的时候 他用到自己做球鞋的这个呃例子来写故事 那球鞋其实我遇到了已经有很多个小孩 尤其是男孩喜欢搞这些球鞋的东西啊 买卖球鞋等等 呃所以这个你你你就要要写出来自己的故事 和别人的故事是什么有什么不一样啊 比如说他他当时没有说选取一个呃 我我我卖球鞋我很成功的案例啊 而是写了自己一个第一次交易球鞋的时候亏钱了 失败的一个案例 那从这个失败案例里面他又学习到了什么 那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让人觉得哎 而目的性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 OK这个是呃对于商科专业我觉得呃保持好奇心 跟上行业的热点以及你要有自己的这个个人项目 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OK然后接下来一个数学和科学专业啊 因为最近几年我发现其实呃 像我们专业举例里边这个物理啊 生物啊尤其是生物这个方向选择的学生是数量比较多的 而且是有增长的这个趋势啊 那么呃这里的专业举例当然只是包含了一部分啊 就生物这一个板块而言 我就知道它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一些变体 对吧像生物性吸血呀 生物医药工程啊 或者是只是生物工程啊 生物化学工程啊等等非常多啊 那么我们在对数学和科学专业的学生进行规划的时候 当然呃数学以及科学学校里面的这些课程 或者说你课外去学习的呃挑战自己的这些课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点呢是化学科的能力 大部分的学生啊 我发现现在都在追寻一些化学科的科学科学类的学习 就比如说像生物性吸血这个专业 这个是比较火爆的一个专业 那它是处于一个计算机编程呃大数据 以及生物学的一个交叉点上啊 我们之前有听到很多人在谈这个啊 生物学家也现在也有AI生物学家啊 他们也会去利用这个计算机科学做一些生物学上面预测的这些事情 OK啊 然后在有这个能力之后哈 我们还会谈到一些比如说项目类的学习啊 你要有一些比较突出的成绩 那如果说是参加一些传统的竞赛 它这个竞争性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也就是说你参加竞赛 你要能比赛出一个成绩 你要出头是非常难的 所以很多学生他们会偏向于做一个自己的一个project 所以你11年级如果还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那你可以抓紧去规划一下 尤其是你的目标如果是在前十名的这些大学里面的话 这个会对你非常非常的重要 OK啊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在我们这个这个规划实践里面发现 因为纯科学类或者说数学类 你是很难向你的读者去展示的 很难向这些招生官去展示的 所以你很难去把这个差异化给它表现出来 那也就是说对于其他的地方是有要求的 比如说你有没有一个个人的记忆点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11年级你要想一想 在自己有了这些科学 有了这些数学专业上面的能力之后 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帮助你去打破一个 或者说对于像一个书呆子一样的 这个传统的这些刻板印象 我们去把这个东西打破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这个例子 这个也是我们今年早申请的一个案例 我这边有一个学生 很幸运录取了约翰·厚普金斯 John Hopkins 他也是一个生物化学 这一个方向的科学类的一个学生 那么这个学生呢 他其实在学术上是完全没什么毛病 没有挑不出任何的这个缺点来 学校里面的成绩一直是非常top 然后呢SAT ACT也是几乎是满分的这个状态 而且竞赛也已经达到了 全国比较top的那种 那种level上面 那么他 所以可以看到他的这个profile上面 在生物也好 化学也好 都已经有所成果 有所成绩了 好 那我们现在要想一想 你参加的这个竞赛里面 能够获得比如说前150吧 我们就说全国前150 那有150个人 那你怎么去给 把自己从这些人里面去区分开来 假设他们都是申请了前十名的这些大学 对吧 所以我们一直在挖掘他自己的个人的一些 能够让人印象深刻的东西 所以在SAT里面我们突然聊聊发现一个很好的一些ideas 比如说他在自己的这个personal essay里面就想要讲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 他对于鸟类鸟的这个小动物 他特别的有兴趣 从小做了很多去观察鸟类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其实这个兴趣爱好 说实话 我觉得我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部分人喜欢观鸟 但是身边还确实找不出一两个 所以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比较有记忆点的一个事情 一个爱好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给他去强化出来 另外 其实在学术上面 我觉得没有特别多需要去强调 因为他在课外的活动里面 他的奖项里面已经陈述的够活了 所以我们要去把他的一些 像我们前面说的规划里面 我们还有一些是个人的能力要去培养的 所以这些个人的能力 我觉得是要去在他的申请里面去重点突出的 比如说他有很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能力 他的领导力 他在学校里面的这个科学的俱乐部 是一个一个leader 那他们每一次做的这个实验 他要去给更低年纪的这些小孩去讲这个实验 去带领他们做这个实验 每一次他都会在家里先提前把这个实验的步骤 预洗一遍 预言一遍 排练一遍 非常非常地认真 非常的 怎么说呢 有责任心的一个小孩 确保大家的这个实验过程中的安全 然后他做事情非常非常的有自主性 这个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他有自己的project 他有自己的research 那这个research不是说家里给安排的 我去什么平台上面报名的 这是他自己一封一封邮件发出去 去联系了大学的教授 那这个是真实的事情 自己去联系的教授 终于有一个教授同意他 给他一个面试的机会 然后去了之后你也是觉得挺好 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做research也不是说一帆风顺 他会有什么呢 比如说他自己的样品坏了 自己去联系的这个样品坏了 那怎么办 这个对于实验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那这个时候他又去各方联系 那些国家性的这种机构里面 或者是地方性的这个机构里面去联系 他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样品 可以来帮助他去做这个研究 所以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经常说天助自助者 是吧 他表现出的这种自主性 我觉得在这个同龄的这些学生身上 确实是很少能够看到的 有这么强的这一个passion 去做他想要做的这些事情 并且一直在坚持 也没有被这些困难所达到 我们在约翰霍普金斯这个学校的申请文书里面 也去提到了他遇到的这一些挫折 还是非常有记忆点 OK 这是一个也是今年早申请的一个案例 好 那么我们最后说一下这个工程和计算机 也是大爆款专业 所以在这一些专业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他有很多不同的类别 比如说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工程 在工程这一个领域下面呢 他的分类就更多了 电子工程 机械工程 土木工程 材料工程 都是不一样的 那他的规划目标 其实说来也简单 你在学校里面的这个课程 一定是要这个成绩够硬 尤其是像数学 物理 science 科学类的这些课程 计算机的这个课程 能不能说拿到一些更有挑战性 更有难度的这个课程 这个已经是最基础的一些要求了 那如果说学有余力的情况下 我觉得可以挑战更多其他的这个 高于高中的level的这个课程 然后我们把这个标准化考试成绩 也放在这里了 前面可能都没看到 但是我在这里一定要去强调一下 对于工程和计算机的学生来说 因为我知道这个是我们 这一个 今天来听讲座的家长 肯定有很多很多家长的孩子 是要想要申请这一个专业的 这一个方向领域的 这一个专业的竞争难度 我觉得我不需要再多赘述了 所以其实标准化考试成绩的话 因为现在GPA 大家也知道有膨胀 对吧 有这种通货膨胀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人微列GPA都非常高 4.5 4.6非常常见 所以为什么大学最近也在强调说 是不是这个考试 标准化考试的成绩 它是能够更好的帮助去判断 一个申请人 他在大学阶段 是不是可以表现得更优秀 更优异 这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指标 比起GPA来说 所以大家一定还是要 加加油 把这个标准化考试给他考出来 像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 我们的学生在 临近申请的时候 获得了这个200分的进步 所以对这个还是一定要去 要去提交的一个成绩 OK 然后呢 就是一些实践 竞赛 程序的设计 那11年级 我觉得大家在工程和计算机 这个方向还要好好思考一下 就是差异化 这个差异化 首先第一个 你选对专业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专业举例里面 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工程的专业 对吧 那不同的工程专业 他们要做的事情是很不一样的 虽然在课程上面 大家可能上的都差不多 一些ApPhysicsC 一些这个APChem 什么Biology 数学等等 但是实际上 你要去实践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电子 这个机械 它搞机器人 是吧 但是土木工程 或者说它会去设计一些环保的系统 等等 所以你要把这个 这个不同给它拉开来 然后第二点呢 是经历上你要有一些差异化 差异化体现在你的 做这些事情的差 这个出发点上 也就是你关心的这些问题是什么 我们前面也有其他的顾问老师 在分享关于点和面 对吧 不要说是我凭空 就是创造出一个东西 而是这个东西 你要从自己生活的发现的一些问题里面去出发 去解决 以小见大 这里我们就是可以提到一些例子 以小见大的例子 让人非常印象深刻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曾经有一些学生 有一个学生 他发现就学校里面遇到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他们这个办公室的电话 经常容易误触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3D打印的小盖子 去防止这个误触 或者说学校里面的这个手机上面的APP 不是很好用 那很多同学在抱怨不好用 所以他想上 那不好用 我就重新去设计一下这个APP 让它变得好用起来 对吧 所以这一些东西你说难吗 其实没有特别难吧 像这个3D打印 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 对吧 但是他能够有心留心去关注到 周围正在发生的这一些问题 出现的这个问题 以及他能够想到 那我可以用我自己学到的东西 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所以重点在于这个impact 在于它的这些影响 所以你如果说在大学的申请 也能够展现出来 我对于我的学校 我对于我生活的这个社区 我能够通过我的能力 去做一些小的事情 来改变他们 那大学当然可以相信 那这个学生 如果我在我的大学里面 我们通过大学的课程给他赋能 那他是不是可以 未来做更多更大的贡献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 你要思考的自己的差异化 经历上面的这一些差异化 OK 不好意思啊 今天这个讲座 分享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把这个时间还给Eli老师 非常感谢Rachel老师的分享 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那接下来家长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呢 欢迎您来电 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我的微信 微码过来咨询 如果您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微信 家长群当中呢 也可以加我微信 我来发邀请给您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周六呢 暂时没有安排讲座 因为是中国的农历新年 那我们提前祝大家农历新年快乐 我们接下来下一周会议相约 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晚安 谢谢大家新年快乐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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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